这个料才会均匀 慈鸡饭馆顺利开张 目的是要教会山上来的灾民 如何做香鸡饭 在山上那边都不能下来 所以在食物的方面会比较缺 我们要送1.2公顿的香鸡饭到山上去 所以要教他们怎么来煮 一箱一箱的香鸡饭 连同其他各地的爱心 要分批送进山里 来到上空 灾情严重的地区 仍是一片蜂羊 山区的路透鸡饭 要进出你们客的几分 跟着灾民的脚步 来到他们暂时的牺牲之所 山里不比平地 什么都缺 身上穿的 手上用的 到嘴里吃的 全靠各界爱心 这里是山区的其中一个收容所 冰冬村 山路都断了 90户的居民只能暂时住在这里 虽然到处都会看到 像这样子白色的电线 但是一天只能用上两个小时的电 我们都没有打牌 但是我们都没有打牌 我们都没有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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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坚强 却难掩眼里的悲伤 地沙湾不止失去家园 连父母都被大雪冲走 但日子还是得继续过 再往里头走 塔努西一家四口都平安 自己烧柴竹米 勉强温饱 但生活依旧让他无奈 目前政府积极规划检疫屋 要安置这些无家可贵的村民 百废待绝家园 正等着重建 大家新闻 雅吴博勋 辽国报道 国内